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公益使者他今年得奖的作品《大陆翘家丽》成为台湾巧媳妇的影音 这张撞去吗 这张 你的后面要快就用过来 会怕吗 会怕吗 好 会怕 你怕那边都在那边 后面又去哪边 这次要去摆栋还是要来摆栋 这样两个都会了 这也是要倒用 有效会嫁来台湾吗 没啦 没没那一碗 你以前在台湾巧媳妇吗 没没啦 你每个都会 就在家的 摆栋啊 倒用啊 好 sopr ified 有 几个 摆栋 你今天买谁 我今天在找一个都会 这我把你撥取起来 是啊 就是贪迫啦 败迫了 對喔,就從豚豬來找的 你以前在福建坡做這個嗎? 沒有,來這裡很適合 你覺得是在參加我們這個角度表現怎樣? 不錯啊,每樣都會 你覺得是在大陸街來這裡嗎? 知道 你對於什麼看法? 滿開朗的,很好相處 另外,在這一次的兩岸新聞報導講中 還有兩位公民記者,分別是阿山哥跟蔡軌跡 他們的作品《茶信兩岸情胡理乾坤大》 也獲得了入委的肯定 這兩位新的公民記者,他們出事提升 就有這麼好的表現,真的是非常替他們高興 而秦玲也要藉此鼓勵公民記者朋友 如果你們有好的作品的話 不妨也可以參加相關的競賽喔 而另一個好消息是我們資深的公民記者 沙達佩波 他的作品《流失》 《生命裡的橡皮叉》 《八八水災》 參加南方迎戰市民影像競賽的紀錄短片 也獲得了入委的肯定 並且在台南的全美戲院公開放映 還舉辦了導演跟觀眾面對面的座談 公民記者單車小嫻也特地前往替他打氣 並且拍攝了一段紀錄的影片 我們來聽聽導演的看法 我們來聽聽導演的看法 這個影片是 我當公司配方公民記者 在《八八水災》 拍了許多新聞影片把他集結而成 在《八八水災》 我一共拍了198則的影片 然後這個是最初兩個月的 就是大家面對天災不能為力的 那個情形 就是災民非常恐慌的那個情形 其實南華營災對我來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因為南華營災是南部來說 是最獨立、最重要的營災 他已經13年了 所以以前我一直是一個觀眾的角色 在看南華營災 這邊因為有市民影像競賽 這個南華營災誰會鼓勵我去參加比賽 所以我現在想說 我來參加看看 他以前用《八八水災》這個品質參加 因為《八八水災》在我的寫苗裡面 可以說遮瑕最大的天然的小孩 我到現在五十三歲了 這五十三年來 我覺得這個環境的惡化 讓我很大的驚訝 《八八水災》來的時候 差不多存在的東西 放在一樓的東西都叫陰棘 都叫樓 在我的上海 可以說道陣 要去遮瑕 《八八水災》發生的幾天 我就一直去遮瑕 去遮瑕 有市民隔壁 台南館 在面對這個 無法控制這個水災 他心態的生活是怎樣 希望這個品牌 可以讓大家了解說 我們這個台南館 在兩千恆高年 八個設備這天發生什麼事 讓大家聽到我們台南館的信心 不論是供應使者 或者是沙達沛波 他們都是在沛波上面 長久以來耕耘許久的公民記者 他們的作品獲獎 也代表長久以來的努力 獲得了大眾以及專業上的肯定 請你也要鼓勵公民記者朋友 如果你們有好的作品的話 要把握機會參賽 或者是把握各種公開放映的機會 因為只有讓更多人看到 作品的影響力才會更強大 而我們也感謝公民記者的努力 因為你們的努力 讓公民報導這幾年 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力量 以及一種新的影像論述方式 讓公民新聞可以被更多人認識認同 非常謝謝公民記者的付出 而最後我們要再次恭喜 這兩位公民記者他們的獲獎 Tippo Webcast 我們下期見